現在越來越多汽車大廠紛紛推出電動車 像德國豪華品牌奧迪 就在不久前發表首款純電動修理車 而奧迪在發表會之前 就先公布了一項充電服務 只需要一張卡片 就能夠在歐洲七萬兩千個充電站充電 非常方便 車身披著特殊的彩繪奧迪第一輛純電動修理車 發表前奧迪秀出了秘密武器 那就是一種充電服務 你只需要一張卡片 就能在七萬兩千個充電站來充電 奧迪集結了兩百二十家供應商 總共包含了十六個歐盟國家 有些充電站還能夠透過手機 掃描QR Code來付費 因為結合了帳單歸戶服務 所以所有的寄費都能標準化 並且公開透明的來集中處理 而奧迪的這款新車呢 也率先曝光了一個亮點 那就是虛擬後照鏡 奧迪也透露了二零一九年 一種張不再需要實體的充電卡 因為充電站的系統可以自動辨識出車輛 接著直接計算費用 雖然這些充電服務很吸引人 不過因為台灣的充電基礎設施 不是那麼的完善 所以在台灣要享受這項服務 恐怕還得需要等待一段時間